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比利德华算不上艺术因为不够神秘 一天老头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名为莱尔的女人家中有许多古董要卖 想找老头去估计 来了好几次的老头一直没有见到莱尔本人 却发现了奇怪的零件 好奇的老头把零件带给维修能手罗伯特 让他好好研究 在老头给莱尔的古董估计的过程中 莱尔一直没有现身 通过门童了解到莱尔患有广场恐惧症 害怕公众场合 而门童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神秘的莱尔勾起了老头的好奇心 这是罗伯特研究神秘齿轮竟然大有来头 是18世纪最有名能说话的机器人 罗伯特说只要你能找到其他的零件 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把这个机器人给拼回去 带着对莱尔和机器人的双重好奇 老头对神秘的莱尔越发的感兴趣 同样古怪的两人就如同小情侣一样 关系时好时坏 通过与莱尔的对视被指责染发后生气 然后和好如初 不用手机的老头为了莱尔买了手机 躲在一旁偷看莱尔 激怒了莱尔又和好如初 莱尔生日老头送花 被莱尔嫌弃古董股价太低 大发脾气 莱尔争吵后来又和好如初 老头渐渐坠入爱河 另一边老头不断收集着机器人的零件 带给罗伯特 而罗伯特则成为老头倾诉对象 与感情顾问 给莱尔买衣服 买化妆品 准备烛光晚餐等惊喜 老头已经离不开莱尔 远一点的拍卖会都退掉了 突然有一天 罗伯特的女朋友找到老头 说他最近总提起一个叫莱尔的女人 担心他已经别恋 而老头也担心撩妹高手罗伯特 跟他抢莱尔 便要把机器人取走 可是在莱尔的房间里 他发现了剩下的机器人碎片 舅舅的老头又来找罗伯特 希望他完成机器人 并继续给他做感情资讯 之后老头买了戒指去找莱尔 却发现莱尔不见了 为了找莱尔连重要的拍卖会都误场了 拍卖会上满脑子莱尔的老头 拼出状况 他告诉老友比利 他怀疑罗伯特爱上了莱尔 并带走了他 因为莱尔有广场恐惧症 自己不可能出门 他在阁楼上找到了 以为自己被抛弃的莱尔 然后老头拖着自己65岁的身体 向莱尔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晚上又去找莱尔玩成年人 才能玩的游戏时被人揍了 莱尔看到倒在地上的老头 冲出房子送他去了医院 通过这种方式莱尔出门了 老头带他来自己家 向他展示自己的收藏 一间挂满了女人肖像画的房间 莱尔表示自己不卖那些古董了 他要和老头住在一起 老头当场好爽地撕掉了拍卖记录 并宣布一周后举行告别拍卖 可回到家后莱尔却不见了 家中多了一幅白衣女人的肖像 老头把画拿到收藏室 却发现满墙价值连城的画 一幅也没有了 而这时墙角的机器人开始说话 做一些虚假的事情会把真相遮住 原来一切都是一个骗子 一个侏儒才是莱尔房子的真正主人 他把房子租给了罗伯特 过目不忘的他告诉老头 莱尔出来过237次 他还在车里发现罗伯特做的定位器 而那幅白衣女人的画 就是比利给莱尔画的肖像 在去报警时老头还是放弃了 想起莱尔对他说的 无论发生什么 你要相信我爱你 老头去了莱尔曾经提到过的 布拉格附近的餐厅等待莱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好奇心真的会害死吗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 请还有什么 那我们可以帮助 来 wh